由他爵士队最近的战机起起落落 巫师队则是在前场比赛 以三分之差打败了太阳队 终止了球队的十连败 巴村磊他浑身都是假动作 只有最后出手投篮是真的 放进两分还造成了犯规 而爵士队的Bisley 也在三分外线立刻还以颜色 马力Bisley今天一口气攻下 全队最高的25分表现出色 队友Jordan Clarkson都站在中线附近 把空间拉得很大 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Clarkson这场比赛也投进了23分 他和罚球线上的Bisley 一共在三分外线出手14次 投进了21分 命中率高达5成 不过上半场的锋芒 全部都被Kisberg的压哨三分球给抢光了 Kisberg今天一共得到12分 而且全部都在上半场完成今日攻势 巫师队上半场的6分 领先到了下半场不太够用 原因出在他们的防守上 Laurie McKinnon下半场只投进一个三分球 就攻下了10分 而巫师队 自己的三分外线投篮命中率只有11投2中 还好Brigley Bill在下半场14分的进仗 也是巫师队唯一的一个亮点 今天的另外一个Buzzle Beater 来自于爵士队的2号Colin Saxton 他在第三节结束之前的这个三分球 让爵士队在第三节还贯33分 虽然说不是每个故事都有最美好的结局 但是Colin Saxton的No Look Pass 找到了七尺的中锋 Walker Kessler再来个双手重扣 作为这场比赛的休止符 看起来也是蛮合理的 观众欢呼声四起 因为爵士队以8分之差打败了巫师队 一中间的電章比赛 几个总 连移载 四起来 支阳的话 几个总 比赛 几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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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